让我们想想未来吧 到了2050年 我们将会有飞行汽车 扩增实镜眼镜将会取代手机 恐龙将会回来 3D印表即将能够列印出实物 等等 什么 恐龙 这不是开玩笑的 与童年时代的梦想 现实生活版的侏罗纪公园 很可能会在30年后实现 是的 科学家最初是从内部知名电影中获得启发的 他们要找出一只卡在琥珀中的蚊子 并从中取出恐龙的DNA 但电影的问题是 他们往往会忽略了现实的规律 现实世界中的科学家遇到了一个大问题 他们能够得到最古老的DNA样本 只有一百万年历史 只是因为所有的恐龙 都大约在6500万年前就灭绝了 而DNA是非常脆弱的东西 自白二纪以来 DNA保持完整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 因此 他们决定从这些爬行动物巨人最近的后代那里取得DNA 而不是在古老蚊子腹部中找出恐龙DNA 不 它不是恐龙 不像鳄鱼和科莫多龙之类的这种爬行动物 它其实是鸟类 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 恐龙的手变成了翅膀 掠实性的细长下巴则变成了慧 好的 你不必是个遗传学家或古生物学家就能看出一些巧合 皮虎与翼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而鸵鸟看起来有点像驯猛龙 只是多了点蓬蓬的羽毛 那么你认为它们发现的哪种鸟类是最接近恐龙的生物呢 是像安迪斯图鹰或美洲鹰这样的猛情吗 也许是鹰或者准呢 不 现在我们所拥有最接近恐龙的是 鸡 我知道我知道 这只傻里傻气的农场鸟类看上去一点都不像恐龙 但是坚持你的判断力 仔细看看它们的样子 让我们去掉羽毛 用鳞片盖住它们 用长满牙齿的嘴来代替慧 然后把肌肉发大的长尾巴黏在它身上 瞧 我们就有头迷你暴龙了 在鸡的DNA深处 有着强大的掠食者基因 科学家想要通过基因工程改造DNA来尝试逆转进化 如果一切进行顺利 它们会从鸡蛋中孵出一只恐龙 这个目标设定的截止日期是2050年 但是 与恐龙共享的世界会像听起来的那么酷吗 让我们快速前进到2060年 进入一个假设的未来 所有不同大小的恐龙都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了 这会有什么变化呢 首先 主题公园和动物园将出现 是的 如果你愿意的话 一个新时代侏罗纪公园的世界将成为现实 而且这将会带来很多前朝 当然 现代科技不会让恐龙逃走的 这是只有电影才会犯的错 对吧 一段时间后 你就会看到恐龙宠物商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人们将能够购买属于自己的小恐龙 的确 它们可能不会玩你丢我捡 或者学会什么聪明的把戏 毕竟它们的大脑和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也许它们会制作可爱的配饰 让你放进包包中带走 我们同时还将会举办恐龙运动 骑士将会骑在迅猛龙的背上赛跑 仔细想想 这些掠食者可能不会让你这么简简单单的套上安 嗯 也许跑得快 但又吃素的鸭嘴龙能取代马儿吧 人们将为这些大型爬行动物找出农业用途 想象一下 你住在一座农场里 而你拥有巨大的粮笼来帮你离田呢 你当然也会有一大堆的肥料 我们显然不能让它们自由自在的在野外生活 大型草食动物会吃掉所有的植物 而不会留下一点给其他动物 至于肉食动物 唉 有什么哺乳动物能在食物链中跟暴龙 急龙和迅猛龙共存的呢 海洋将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安全之地 至少海洋足够大可以容纳它们 恐龙像是蛇颈龙 镊子龙和苍龙这样的海洋爬行动物 就能在人类不过多打扰的情况下 快乐地生活着 尽管我们的物种对海鲜有极好的胃口 所以不保证哦 现在这样怎么样 如果恐龙从一开始就没有消失过怎么样呢 假设陨石掉进海洋或者飞过我们的星球 恐龙已经幸免 但好景不会长的 它们最终将要面临一个野兽无法克服的难题 人类 我们的祖先列取了巨型某马像 而它们也许可能可以解决恐龙 其中包括强大而令人恐惧的暴龙 电影可能显示出这个怪兽跑得比吉普车还要快 但在现实中并不是一直都这么快的 研究人员分析了它们的体重 发现暴龙的骨骼无法维持每小时50公里的奔跑速度 科学家们多年来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估算 如果骨头没有断裂 那只动物也会摔倒的 另外这种恐龙的腿是永久弯曲的 这不会让它跑得很快 最后的结论是 这个恐怖的掠食者最快只能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奔跑 当然不会慢 但是却足够人类与之竞争了 那么它们将能够存活过这段时间直到现代吗 不太可能了 尤其是对于巨大的恐龙 凉龙 碗龙 三角龙 剑龙 量身活龙 最后一种是我捏造的啦 大型动物需要大型餐点 而只有这么多的植物才能够足以维持它们 但有些恐龙也许可能活下来哟 我的意思是 数百万年前游泳的海龟种类繁多 也许小型奔跑的恐龙能够生存下来 它们或许像鸽子一样住在街上 或者跟老鼠一起住在下水道中 有人甚至觉得恐龙已经活到了今天 我们只是不知道它们在哪里生活着 我不是在谈论尼斯湖水怪或者巨齿沙哟 而是白厄纪时期的真正恐龙 上网查查你就会找到这些超级幸存者的影片 当然这些镜头是假的 要证明它太容易了 这真的是很好的电脑动画 就像你在电影中看到的一样 有趣的是 我们真的不知道恐龙看起来或听起来是什么样子 我们只有它们的骨头 它们有羽毛吗 它们的皮肤是什么颜色 它们的吼叫声是听起来像狮子还是像鸡呢 我想我们必须等到2050年才能亲眼见到还听到这些巨型蜥蜴了 如果你从未来看到这部影片 请在留言区中让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与恐龙共生是什么样子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知识 请给这支影片按赞并与朋友分享 这里是我认为你会喜欢的一些其他酷炫影片 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 感谢观看